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嘉宾应邀出席 2014文化中国全球华人中华才艺舞蹈大赛 11月9日在中国深圳落幕 其中代表华府地区参赛的选手经过决赛激烈角逐 取得金铜最佳表演的成绩 在庆功会上 王平代表参赛选手及有关人员 为现场来宾介绍此次赴深圳比赛的情况及心得 经验非常好 因为这是第一次去国内参加一个民族舞比赛 此外 华盛顿华人同乡会联合会会长何如意发表讲话 宣布华府舞蹈家协会成立 并代表同乡会联合会对新成立的舞蹈协会表示祝贺 所以我就想也利用这个平台把我们华府地区这些有才艺的 华家华人聚集在一起 随后由华府舞蹈家协会首任会长郑小琴发言 向在场来宾介绍了舞蹈协会的规则 目的主要是想协调华府地区这些各舞蹈社团 然后我们在一起相互学习 会议最后 由大使馆的张艺参赞致辞 赞扬获奖人员在此比赛中取得的优异成绩 并祝贺华府舞蹈协会的成立 我们华府的代表队取得了非常骄人的成绩 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振奋 他也说明了我们华府的华侨华人 这个群体中情因悔萃 有非常多的精英 华府舞蹈学会的成立 不仅拉近新生代华人对祖国的亲近感 而且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民族民间舞蹈艺术 在海外的发展与繁荣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华府华语记者住信 在维州为您报道